大家好,我是龙飞,今天是12月15号周四啊,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涨停板复盘 那么每到周四呢,指数呢都会出现一根阴线啊,这里呢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 今天的一个指数呢是再次探底3158点,依旧受到五日均线的一个压制,没有能够突破成功 那么下方的一个支撑之前和大家说呢是在3150点,没有到达我们的一个二四均线附近呢 那么很难有反弹上攻的一个力量 今天的一个量能呢是再次创下了近期的一个新低 每一次创下新低以后呢,一旦发生大幅的一个下挫 基本上呢都能够出现一个较厉害的一个深微反弹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时间,我们依旧需要耐心等待观察20均线的一个支撑力度 也就对应的3150点,等待这里的指数呢再次出现一个深微的一个反弹 那么今天的一个量能,北向之金呢是近流入49个亿 厂内的BBT大量金额呢是小幅的流出39个亿 那么对于这里的一个资金面情绪呢依旧是相对稳定的 市场呢也是逐渐出现了一个新型板块的一个轮动啊 那么在今天的涨地板翻盘之前,还是先看我们昨天文章对于大盘的一个点评 首先周三的指数呢是由于还是回补了3170的缺口,依旧是受到了5日和10均线的一个压制 经过了连续的调整,指数呢再次收出了一个四字星,预示着短期的变盘载机 大概率要突破5日均线的一个压制,选择向上 那么我们周三呢也是没有上新车啊,还是两层的一个九安 如果九安周四不能够板,我们就直接下车 所以周四呢是可以上两个新车的 为什么这里可以上两个新车,因为大概率九安呢是不会板的 依旧呢把仓位控制在五层以下啊 所以呢下车了九安以后,我们依旧可以上两层的一个新车 每支呢是两层的一个仓位,一共是四层的仓位 总仓位呢依旧控制在五层以下 为什么仓位控制在五层以下,因为目前的一个大盘受到了五日以及十日均线的一个压制 只要短期的五日和十日均线站不上,我们就维持五层以下的一个仓位就可以了 那么再看今天的一个九安,今天的表现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你们今天的一个九安呢盘中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到七个多点 但是呢依旧非常可惜,只要它不涨停满 哪怕它涨到了九个点,依旧要选择下车啊 那么今天的一个九安呢是打到二十线以后,有资金做了一波防守 上方呢还是有一个这个缺口的 如果按照正常的一个走势,大概率啊 今天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不会选择下车啊 为什么,因为第一点今天上方的一个缺口是没有回补的 而且资金在二十线做了一个防守 从中长线去看,上方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上升空间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下车 因为短线来说三天不创近期的一个新高是我们必须要下车并且严格遵守的一个铁律 这里的一个铁律能够让你不会经受大幅的一个亏损啊 所以每一次我们遇到三天不创近期的新高,我们不管盈亏一定要选择下车 这是我们所坚守的最后底线,也是必须要遵守的一个铁律 所以今天在尾盘的时候呢,也在盘中和大家说了啊 久安没有封板,我们直接选择下车啊 所以呢,在尾盘的时候呢,依旧是选择了下车的一个久安医疗 这一支标的呢,也是小幅的一个亏损啊 当时上车以后呢,大概目前亏损三四个点左右啊 所以整体的亏损幅度呢,也并不是很大 依旧是两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很多的朋友呢,喜欢把仓位给打满 尤其是呢,去满仓一支标的 那么如果说满仓一支标的,即使是小幅的亏损 对于你整体的心态影响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尤其是你重仓一支标的,对于你的心态影响呢 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满仓一支标的,说明对它的期望 上涨的期望呢,是非常高的 那么如果出现了一个相反的一个走势 那么你也会抱着一个侥幸的一个心态 不愿意去严格的去执行铁律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支标的,让大家只上两成仓位的一个原因 一定要控制仓位,控制好你的心态 才能控制好风险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周三呢,选择到15家标的 分别是7版的人人乐,6版的新华制药 4版的格力电器,3版的西安饮食 2版的黑芝麻,西安旅游 包括首版的有阿纳尔,大港文一,天鹅,英飞拓,金叶达 巨轮智能,极红股份 我们昨天选择到的标的呢,非常多 首版的呢,有1,2,3,4,5,6,7 有8只标的 那么还有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铜镜楼 到底这8只标的,我们应该上哪一支 那么我们先来看啊 那么像阿尔纳尔,它是属于这个服装服饰的 而且近期整体的位置呢,是比较高的 肯定是不能上 那么大港股份和文一 这两支都是受到芯片的一个影响 这两支是可以做一个备选的 但是大港一定是强于文一的 因为大港不管是从它的一个顺利能器 还从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来说 大港的市场强度是要强于文一的 所以文一我们就直接过 那么天鹅是近期的一个板块的一个龙头 尤其是受到供销社的一个利好影响 也积累了大量的一个人器 所以大港入选,天鹅也入选 那么英飞拓和静艾达 这两支标的呢,是受到一个性创的一个影响 而且英飞拓呢,是有一个荣耀借壳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两支标的去做对比的话呢 都可以去入选 那么巨轮智能是前期的一个 很早之前的一个板块了 虽然说是底部 但是呢,并没有吸引到足够的一个市场观投入 所以巨轮呢,也是直接过 吉红呢,是走出了一个反包的一个走势 所以适合上车的一共是有 安耐,大港,天鹅,英飞拓和静艾达 那么再精选一下 一共有大港,天鹅,英飞拓以及静艾达这四支标的 那么我们周四呢 是可以选择两支标的去上车的 高开五个点以上我们是不追的 所以看几个定价去决定 今天上车拿两支标的 那么今天呢,同样也是从四支标的当中呢 争取到两个标的去上车 那么到底是哪两支标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回顾 首先今天的一个大港 其实找盘呢,是给了一个上车机会的 但是呢,今天没有去上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点,大港即将到达前期上方的一个压力位 如果这里的一个压力位没有突破的话呢 依旧是属于上方的一个强压 而且今天下方呢,是有一个缺口的 在昨天的一个跳空上攻的过程当中呢 是有一个跳空缺口没有回补的 一旦芯片熄火了以后 那么大概率呢,将回补下方的一个缺口 而且今天正常的一个开盘呢 也是逐步的偏离五十线的 所以今天呢,没有去选择上车大港股份啊 但是没有想到大港股份能走得这么的强 直接突破了上方前期的一个压力平台 并且呢,是创下了近期的一个新高 从这一波走势来看 今天呢,已经完全做了一个强势的一个突破 所以今天的一个大港呢,将会再次入选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来 那么文艺科技没有入选,那就非常简单的明了了 因为大港和文艺呢,我们肯定会选择大港 那么巨轮智能,这一支标的它走的是一个专用设备 包括工业母机,工业4.0 它不属于近期的一个热点概念 所以巨轮智能呢,虽然说在底部出现放量 但是呢,没有吸引到足够的升能剂 我们也不选择上 那么像安耐,它所走的是哪一步呢?是服装家访 大家明显的能够看到啊 那么中高端的童装业务,自由品牌 它属不属于近期的一个热点呢?肯定也是不属于的 而且安耐近期的一个走势呢,已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了 那么不是热点的,我们就不做 我们一定要抓住市场的一个主线 市场的前期主线呢,是属于医药 医药和性创是同一个部分起来的 所以今天的一个近爱达呢,也是受到了一个前期 那积累的市场人气有一个影响 那么这一支近爱达呢,也是经过连续的调整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有资金突破,而且呢,是明显的一个放量 是做了一个防守 所以今天的一个近爱达是可以上的啊 那么今天早盘呢,也是直接上车了一个近爱达 上车了近爱达之前呢,我们还重新上车了另外一支标的 就是天鹅股份 为什么没有去上大港 因为大港在早盘的时候呢 这里的一个封单也是有700万左右的一个大额的一个封单 是卖单,所以仅仅的这几个条件 今天呢,并没有去上这大港 那么相对来说呢,像这个英飞拓啊 也没有去选择上 因为英飞拓呢,早盘直接就高开 高开了以后呢,就迅速的拉伸 一般高开呢,我是不会去选择追的 那么直接上车了一个天鹅 先上了天鹅 因为天鹅呢,正常属于低开的一个幅度 低开给机会 只要在五个电影内适合,我们就直接上 所以先上了天鹅以后 我们再去上了这个近爱达 因为近爱达找盘的时候呢,这里也有较大的一个卖单去做加单 先上了天鹅以后 我们就直接再去上近爱达 结果上车完以后就直接出现了一个拉伸 最高呢,也是封到一个涨停 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个亿的一个封单 原本以为今天的一个近爱达已经稳了 那么如果能够封住的话 找盘直接十三四个点的一个英力空间 整体就非常的舒服 但是没有想到呢,在这里呢,还是直接被砸开了 那么到截止收盘呢,也是只收涨了一个2.8 那么整体的一个盈利呢,就发生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降 如果涨停满有十几个点 但是最终呢,还是只收涨了两个多点 那么像天鹅也是 上完车以后呢,最高呢,也拉升到了一个八个多点 结果呢,还是没有封住啊 基本上都没有触碰到涨停 最终呢,还是收到了一个成本线附近啊 整体的一个走势呢 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高的一个盈利空间了 那么也和近期的一个大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因为大盘指数呢,一直是受到了五日和十日均线的一个压制 导致资金整体的一个承接力度并不强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下方没有触碰到3150点的话 资金呢,是不敢大幅去进场的 那么而且MICD一旦下探 指数没有稳定的话 那么很多的一个标的承接力度呢,都没有这么的强 所以我们近期呢,也是选择手板 相对安全啊 但是呢,近期的一个承接力度确实呢,也是不高 那么天鹅呢,今天呢,是收在成本附近 那么近期的达呢,今天小赚啊 基本上呢,是和久安的一个亏损 做了一个对冲啊 那么再接着往下,我们去看文章 那么我们周三的一个场内流出了70亿 北向呢,是流入了一个16 资金面还算稳定 缺口回补以后呢,也没有出现跳水的一个迹象 说明市场的一个意愿呢,还是希望上工3200的 那么量呢,连续的萎缩市场交易清淡 缺少了热点带动 一要的调整,说明市场需要新的热点轮动 带动直落上工 短期下方支撑3150 上方压力3200 近期面临方向选择,大概率呢,要突破3200 因为近期的一个量能萎缩的呢 确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如果一旦北向的资金 或者是场内有资金出现一个新的热点轮动 尤其是像今天的一个房地产 带动整体指数再次出现上工的话 像今天的中央地产 也是再次涨停了 如果这种权重再次护盘的话 那么大概率的还是要突破3加2的 所以近期呢,大家也需要多一点耐心啊 等待市场能做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 整体的六位战法维持到了4.6分 对5成以下的一个仓位 目前9万下车了以后 一个近夜达,一个天鹅5分,两支标的各两成的一个仓位 继续耐心的去等待啊 那么再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涨停板的一个加速啊 今天涨停板的加速呢,就少了很多啊 越少,说明市场选择的一个方向呢 也将逐步的来临了 今天涨停板的加速呢 大概是只有40多加 那么去掉一些300688没有出现涨停的 那么可以选择的就更少了 而且300以上呢,我们是不会去选择去做的 我们只会去选择观察 那我们再来看 今天能不能够选择到一些合适的一些标的啊 300688的,没有涨停的 我们是直接过的啊 金石,今天呢也是创近期的一个新高啊 澳联300的,688的,没有涨停的啊 手板的中化沿途,不是近期热点的 我们同样也是直接过 恒大高新,经过了 这里是吸引到一波人气的啊 经过了连续的一个调整 今天呢再次是处于一个涨停 这里呢属于一个化学制品啊 包括它的一个技术服务性企业 那么整体的市场热度呢 也并不是很高啊 恒大高新,我们再直接过 中金,英飞都是一些手板 但是市场的人气呢并不高 人民网在这里呢 是再次做了一个防护的 之前呢123啊 5天的时间拉了一个四板 经过了连续的调整 没有打到二十线的一个位置 重新奇闻以后 站上了五日和短期的一个十线 那么这里经过一波拉伸啊 这里呢可能会再次走出一个N字形的一个结构 所以人民网前期是有资金热度的啊 所以呢我们也把它放在今天的资源当中 先做一个备选 我们在阶段下看啊 二版以上呢 诺帮啊 暂时先不看 貌似啊 湿华啊 中国医药 中国医药这次标的呢 因为为什么今天要把它入选 之前呢一直走的呢都非常不错 那么新华之后也和大家说了 大概率创历史新高以后呢 会形成一个平台的一个压制 所以今天的一个中国医药呢 可以说是逐步接力了啊 做了一个医药当中的一个接力 而且这里呢是走出了一个反包 那么近期的一个医药 是不是市场的一个主线 依旧是中长线调整了以后呢 依旧是有机会再上的啊 所以今天的一个中国医药 出现了一个反包 并且呢 找盘呢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打开再涨停的一个一字啊 所以呢 这一支标的呢 是可以把它入选到我们的资源当中的 今天呢也是站上了各条均线的一个压力 那么上方的一个压力点呢是在19.20 明天呢大概率呢是即将要突破的 而且今天的风单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这样的一个手板 相对来说安全性呢就高了很多 也把它加到今天的资源当中来 上方呢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调控缺口 那么一要呢依旧是主线 但是呢 它会在高低位的一个市场板块当中呢 做一个切换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中交地产啊 是不是又给了一个机会 前期呢 一直是123456一直没有给机会的 那么达到20线以后呢 资金是再次做了一波防走的 我记得当时的一个中交地产 在走之前很早的一波的时候啊 那么中交地产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嘛 到底是哪一波 应该是很早之前的一个中交地产了啊 这里呢应该是没有显示出来啊 再往前找找看 应该是和这条箭头同时的那波起来的时候啊 也是走出一波这样的一个走势 连续的调整了以后 在20线的一个位置 再次有资金是做了一波防守 那么也把它加到今天的一个资源上东啊 房地产 医药 性创 依旧是目前市场的几个主线之一 我们呢 接着往下看 成益啊 那么成益呢 也是医药 但是这里的医药呢 市场观众都就没有那么的高 那么这支标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实际流通是1.79亿 这样的呢 也是属于一个小盘的啊 小盘用很少的一个资金呢 就能够把它给拉涨停 但是呢 这种不属于这种主流的一个医药主线啊 所以我们暂时呢 也先不关注 新安饮食大概率啊 已经达到了一个400 我们是只看不上的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中金二板啊 银宝新银宝三星啊 12345 走出了一个趋势 这里的趋势呢 就走得非常的漂亮了啊 但是这里的斜率呢 是没有达到45度角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也是创下了近期的一个新高啊 整体呢 走的一个上攻型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这里呢 也并不是一个主升浪啊 因为这里的三天呢 是没有创近期的一个新高的 从这里开始算啊 如果明天再能够连续的上涨 才能够算市啊 目前的一个主升浪 瑞康啊 瑞康今天呢 也是昨天四个多点 今天的反报呢 并不是很强 如果昨天能够跌了八个点左右 那么今天的一个反报呢 才能够算是一个强势 目前呢 也只是在二十线附近 重新起稳 有资金进场了啊 但是不属于市场的一个主流关注热点 第一要啊 第一要这里呢 是有前期是有一些人气的 但是有人气 但并不是很高 那么依旧是一要板块 做了一个高地位的一个切换 那么这里的一个手办啊 昨天呢 也是跌到了七个多点啊 跌了七个多点 再形成一个反报 才能说明有资金去进场了 一定要五个点以上的一个下跌幅度 然后呢 第二天再涨停 才能够算是反报 如意集团 再创近期的一个新高 前期呢 由于觉得位置比较高 所以没有上的 今天呢 再度涨停了啊 但是呢 目前依旧是只看不上 精彩 大港 大港呢 也是做了一个突破的啊 那么目前的位置已经二板了 我们也是只能够看一看 但是呢 不会就选得上了 神物 云赛 格力地产 依旧是只看不上的啊 大连友谊 三板 美吉姆 首板 安凯克车也是首板 今天的一个汽车零部件 整体呢 也是形成一定的幅度的一个反攻 像前期的一些龙头啊 在近 在近期都是有所表现的 那么这里能够操作这种标的的 一般呢 都是会先知先觉的一些资金 他们调整的时候 比大盘先调整 他们起稳的时候呢 也会比大盘先起稳 所以近期 大家能够发现 当市场的涨停板的加速 市场的热点 逐步再次出现轮动的时候呢 那么大概率 大盘呢 也将逐步达到近期的一个低点 所以呢 我们先把今天的一个涨停板的加速 一共只有9家 人民网是首板 中国一奥呢 是首板啊 中国一奥整体在这里面呢 还是算非常不错的 包括一个重要地产 西安饮食呢 我们是只看啊 第一奥啊 目前的第一奥一个中交 一个中国一奥一个 再加上一个人民网 一共是4个 那么其他的像如意集团呀 大港呀 都并不是首板了啊 所以适合上车的呢 一共是有一个4个啊 一个是中交 一个是中国一奥 一个是人民网 再加上一个第一奥 一共是在四只标的 那么四只标的当中呢 一奥呢 是占了两只 一个是中国一奥 一个是第一奥 那么两只一奥就做对比的话呢 肯定是中国一奥更强一些了啊 这个不用说了 那么人民网去和中交地产 就做对比的话呢 肯定是中交的一个市场人籍更强了 所以精选到两只 一个是中国一奥 一个是中交地产 那么明天我们要不要上 要不要优化组合 还是根据明天的一个市场情况 我们再去决定啊 依旧会在网上的文章当中 再次做一个详细的复盘 那么今天的一个张力币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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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